今年最强台风山竹 下带着强风暴雨 蹂躏港澳之后 终于是离境了 香港特区政府 从昨天开始交派人手 协助清理台风留下的残局 经过一天的收拾 当地已经逐渐恢复原貌 铁路攻巴也慢慢恢复运行 受台风影响 头一遭关闭的澳门赌场 昨天重新开门 不过这么一关 就让赌场瞬间蒸发了8亿令吉 刷刷刷 扫扫扫 这是香港从昨天到今天 到处都可见到的画面 超级台风山竹 在一轮肆虐后 香港许多大楼的窗户破裂 处处树倒 棚架跌 堵塞了马路 交通几乎全面瘫痪 特区政府17号 赶紧派员收拾清理 让马路恢复铜车 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风是整间屋移的 首先就向左翼 然后下风又向右 喷喷喷喷喷就全部飞起来了 今天这次特区政府相当好 立刻找人清理 我想超过五六十人 清理了马路那些树 堆塞的情况 所以可以走回车 特区政府表示 受台风影响 全港有600多条路段 未能正常运作 经过连夜清理后 目前已经有30多条道路 恢复通车 多条巴士路线也已经慢慢恢复载客 部分港铁也重新运行 但行驶新界的东铁线设施 却受到风暴破坏 沿线多个车站聚集大批乘客 港铁公司加派人手 维持秩序和疏导人潮 航空方面 之前取消的近千趟航班 已经从昨天开始恢复正常 渡轮服务也一样 学校方面 为了确保学生安全 香港教育局也宣布 今天18号所有学校再停课一天 在中国广西 随着山竹远离 清理工作展开后 所有海路空交通也恢复运行 至于商店 则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修复 才能重新开门营业 而史上第一次 因为台风关闭33个小时的 澳门赌场这么一关 就减少了15亿港币 或8万令吉收入 台风离境后 剩下的是满地垃圾等待清理 NTV7综合报道 NTV7综合报道